Horror Guys 欢迎Horroroc频道 就为了一起开箱分享 补充一下前一阵子买到的 入手的一些东西 以及收到的一些品牌新品 数量蛮多的 然后类型也挺杂 我就盡量讲的快一些了 觉得我讲不详细 还有一些疑问的话呢 欢迎到我的评论提出来 我们再可以详细探讨一下 这期主要是一些之前的 没有来及分享 但是有出镜过的一些补充啊 主要都是一些夏季的 轻薄款的一些单品 应该最近比较用得上 选球暖化趋势越发明显 夏季最高温都在不断上升 这个早几年呢 可能我还会愿意穿穿 纯棉的这些重磅体什么的 但是最近这些年份呢 我是越来越多的 去购买一些素干材质的单品了 纯棉的单品我感觉是比较少买的 比如说是重磅纯棉 然后重磅鞋纹棉 甚至是皮质类的产品 尤其在广东这个地区啊 真的是不太穿得上 很难打理 可能我如果是在城市通勤 晚上回到家了 说不定我还可以穿一下纯棉的衣服 因为晚上我就洗了嘛 但是如果我是出差了 两三天 我必须保持我每天穿干净衣服 但是纯棉的不可能那么快干 我就只能是 秦换洗 那素干的衣服对我来讲还是挺重要的 不一定说是人造纤维 可能是有混合一些羊毛成分的一些素干T 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来吧 首先好朋友啊 NOSCASIM全家桶 2023年的春夏季的一些新品 我收到的部分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首先就看到我身上穿这件T 其实它也是 网季的基础T的一些改进 整体变化不是特别大 但是我觉得穿起来会更舒服一些 那么一如既往 版型非常好 很多材片 下摆开叉 色和层叠 所有单品上成效果呢 我都直接贴在画面上 方面大家理解和参考 那NOSCASIM这个牌子的 我基本上穿他们家所有单品都是S号 搭配一条裤子 是这样的 今年的短裤挺有意思 他们我觉得花了挺多心思 去做一些改进和新的玩法 首先可以看到是一条这样的短裤 它的裤腰位置多了两个口袋 这是不可拆卸的 围着一整圈 它有点像是跑步 或者说骑行运动的时候 那种弹力腰包 特别紧的那些 前面有两个拉链口袋 后面有一个大的拉链口袋 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这个是可以翻上翻下的 不过我觉得应该没有人把它翻上来穿吧 上身效果翻上来会很奇怪 如果你不太能接受到 夏天的腰围多了层部的话 那你可以看一下另外一款式 这个因为不能拆卸 所以它会有这样的视觉效果 但是它好看的 点是在于说 你可以把衣服塞进裤子穿 有一点街头运动 轻薄过不过 但是又没有那么的重装硬核的感觉 会轻松休闲一些 然后这个上身效果呢 你们可以看我领克那期影片的结尾 我是直接穿了一种身 传统门巾拉链四盒扣之外 还多了一个这个 像有点户外裤的这种筷材扣 挺不错的 这条裤子上身的舒适度 轻薄程度都蛮好的 它这整体的面料有点像是 用在秋冬季 windstopper那些外套上面的那些材质 非常轻薄很细腻的 抗撕裂 防水泼什么的都不在话下了 OK那么再过来一条裤子 也是我最近很经常穿的一条裤子 这一季的更加夸张的一条裤子 我觉得他们这一条裤子做得很好 也花了很大的功夫 可能是因为这条裤子 做起来比较复杂 所以戳很慢 我是6月中的时候才收到的 但是看现在7月中了 差不多 我已经看到有些品牌在推出秋冬装了 就是对今年大家的步伐稍微有点乱了 Anyways 看回这条裤子 其实我穿了它好一阵子了已经 去香港的期间基本上都穿这条裤子 还有另外一条Mwinder的裤子 那条我已经分享过了 它是一条这样的裤子 你可以看一下正面 看起来是有点复杂 但是又很整洁 因为它把所有的设计都 我觉得算是收纳的很好 整理的很干净 两面都是对称的 我挑一面给你看好了 正面这一边它是有一个拉链口袋 这一个元素的设计在它这一季的产品 蛮多的款式上都有应用 这种折叠拉链收尾 然后是一个直插带 侧面揣手的口袋也是有保留的 在这个位置 然后还看到一整条的拉链 从头延伸到尾 它是分成两段式的 上面这一段打开拉链口袋 你可以直接伸进去 又是一个兜了 那下面这里变成了一个掀起来的前片 打开之后是有一个长口的直插带 就等于说是有 1 2 3 4 每边各4个 一共8个口袋 这条裤子就看不出来有这么能装 而且它的口袋位置设计 在你装很多东西进去之后 走路啊坐啊或者是各种动作 都不会影响到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设计点 这也是我非常喜欢他们家 特别是他们家裤款的剪裁 都有这个优点 然后这次这个扣子很好看 它是来自多奈福的这个钩子 一些小镂空 听一下 真的是个金属扣 它是有点喷杀 看起来是很干净很舒服 然后也挺清亮化 当然传统的门巾拉链以及四合扣也是有的 臀部位置的口袋是没有做的 因为前面已经够多口袋了 这裤子主理人当时给我演示是塞了很多零食 在各个不同的口袋里面 这阵子基本上可以说是帮我摆脱掉很多需要背包的场景 虽然大家可能看到我那条影片会背了很多鞋跨包在身上 但其实因为是我要携带相机或者说是带着水 或者说带一些关于拍摄方面的一些其他器材 如果只是作为一个日常游客出门逛街走走的话 这条裤子完全可以让你不用背任何包包就能出门了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赞的一个单品 对面料跟刚刚那条是一样的 这些非常致密的尼龙 好的那么这是Nuskacim 23的春夏单品里面的裤装 我们看一下其他的衣服 来有一件这一个应该也是挺熟悉的系列了 侦察瓶系列的衬衣 这次衬衣也是鞋拉链 但是鞋的角度不大 就是稍微在侧面一点点 整体还是比较干净利落 然后两侧各有一个拉链口袋 右边这一侧是有点隐藏式的 然后它里面是没有任何风格了 左边这一个就比较像是传统 他们家侦察瓶系列 胸口拉链带或者是二拉链三拉链的那些设计 在里面还会有一个斜插带 然后当然这个口袋本身也是特别大的空间 这件衣服都是用这种隔纹透气的 非常轻浮两感的面料去做的 很舒服 你可以把它叠穿 你也可以直接穿它 就里面不穿任何打叠没有问题 我在香港的时候也是这样穿 但是室外这样穿没问题 进到室内这样穿肯定会冷到 因为香港设计冷气太足了 所以说这个给各位一个参考 并且它收纳起来也不算特别大 是我出门的话会优先考虑携带的一件单品 然后还有另外一件款式的衬衣 我觉得它样子稍微怪怪的 但是上衬效果还挺有意思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一件这样的短袖衬衣 看它正面的拉链 是有点像中式传统服装 侧面闭合 拉链从领口一直向右边腋下过渡 但没有到腋下那么多 从胸口开始往下 一直到衣服的正侧面做收尾 当然也是双头拉链 然后下腹部的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有点像卫衣的那种袋鼠兜 两侧桶的 左边胸口有一个拉链按带 可以放一些零碎的东西 手机直级什么的都可以 这件衣服就这样挺简单的 就不像刚刚那件衣服 全部都是用这种格纹的透气面料 只在后背有一条这样的透气部分 整件衣服抗撕裂的四面毯的面料 就是还挺舒服的 这件衣服我更建议叠穿 单穿它的话我觉得有点像是一个 我不知道日料店员工捏售诗之类的 可能会有这样的联想吧 创传效果你可以看一下参考一下 这件衣服叫基建袍挂 我没有太研究过基建服 我不知道它具体是不是这样子的 OK那这大概就是关于NOSCASIM 2023年的春夏系列的一些分享 以及我的一些使用感受 我觉得还是整体来讲用着很舒服很舒心 一如既往的好评 好我们再过来看一身 这层搭配是我特意稍微营造了一下的效果 来自青石装备也是2023年的春夏季新款 首先看一下一件防晒服 感觉还挺尖锋的 觉得还不错挺实用的 首先看它袖子是可以拆成这种长短来切换的 我觉得挺好 不需要防晒的话基本上都是短子穿的 袖口的位置还是有一个纸套设计 我觉得这个很好 这件衣服它是一个利领夹克的感觉 依照这一个尾底去做的一些夸张的挖孔设计 你可以看得到很多黑色部分 这件衣服所有黑色部分都是非常细 非常透的薄薄的纱 然后腋下这边有尖角的部分就是没有的改变的 你看到它怎样就怎样 其他的部分仔细看的话 它都是有这个拉链作为一圈包边 那它是可以选择敞开或者是闭合的 也就是说你可以任意选择你想要在什么位置进风出风 这件衣服还是蛮适合慢跑骑行 就是你可以选择这个进风出风的这种风道设计 还挺有意思的 并且它所有的拉链部分基本上都是一个口袋 你可以揣东西进去 下面这个部分是左右通的 一个特别大的兜 你可以选择只拉一半 这样子的话你可以装点东西 比方说骑行的时候 装点零食装点水什么的 反手一掏就可以拿到了 同时它还坚韧着透气的这个作用 我觉得挺好的 那么正面它依然是一个双头拉链设计 你可以选择把拉链挺在任意的位置 半拉敞开下摆很好看 上面胸口的位置 它是有两个四合扣做闭合 方便你快速的去固定好这一个衣服在身上的状态 整件衣服我觉得还是挺灵活 弹性啊透气性啊什么的 轻薄度也都挺好的 不过这是我刚才收到没多久 所以就没有太多机会出去穿 然后大家也知道广东这两天天气 要么就是三四十度的暴晒 要么就是突然间的台风了 变幻莫测 那么随着这件衣服统一季的还有一条裤子 这条裤子呢也算是其实装备的老面孔了 依照这个基础 至少我看到的有三个不同的形态了 现在收到这一条呢是一条八分或者九分裤 依照不同人的身高来看到底是八分还是九分 那么我穿上的长度大概就是接近小腿中部 但是还没到 又比脚踝高一点点这样八点五吧 那么之前这条裤子我习惯叫做剑道裤了 最早的一条长裤版本呢 是有点像幽级的那种特别肥大 但是又很飘逸的那些薄的棉材质 然后中间有一条就 早上我排名环2的时候穿了一下 那一条有点像过膝短裤五盆裤吧 那个材质其实也是比较棉感的 但是它会更轻薄一些更飘逸一些 那么到这条呢用了这种有点像登山裤的尼龙布料 四面坛这种料子它整体会结实不少 更有一些功夫裤 或者说肥腿技能裤那种感觉 当然整体版型呢 就还是这种肥大的 口袋位置设计呢 会有一些小小的油画 但整体变化不是特别大 这个光滑的拉链是一个口袋 拉链里面也是一个直插带 那么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 可以直插手机或者是纸巾的一个小袋子 那当然侧面有一个揣手的口袋 也是1 2 3 4 每边各4个 那么前面是招牌的这种外路的银色拉链 配两粒扭扣 然后这一个非常大的裤腰 这个位置有这种弹力条件 当然你要穿腰带是没问题 然后这条还有一点好 就是它在这一个裤脚的位置 有一个适合扣坐闭合 你可以选择裤脚收起来的角度 这样子它弯起来的那个弧度 在不同的角度下会有不同的效果 然后你走起来的效果也不一样 这个扩形感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化 给你自定义的选择 然后这一次这种弹力尼龙的面料呢 我觉得更加适合这个天气穿了 虽然说它好像比自己那些棉质会厚一些 但它整体的竖竿效果会很好 也是算是有点聚水的表面处理 我会愿意把它在这个天气出门 或者说是三五天的异地 没有带那么多衣服的情况下会考虑带它 OK 那么70装备这一身呢 搭配的鞋子是即将要发售的一款联名款 大家可能也留意到了 先看一下鞋盒吧 还是鞋盒是这样子的 卧号在这边来自Jean 跟Vestport 一双联名的Skate Mid 这个鞋型联名的不算太多 但是也算是我比较喜欢的鞋型 熟悉我的观众可能都知道 我一直对Skate这个家族 是挺有独钟的 实际上鞋款呢 就这样子 我觉得还是挺漂亮 挺简单的一双鞋 很有Jean的味道 当然很多人会讲它 肯定是太不走心了 完全没有什么设计啊 就是一双白鞋嘛 也不能说你错 对 它就是挺简单的一双白鞋 但是我觉得它还是有在配色和材质上 花些心思的啊 可以看一下这边的脊皮位置呢 是这种米白色或者说偏灰的 鞋带是纯白鞋带 鞋身的布面材质呢 它其实是类似油腊处理的反部 它整个算是比较的厚实的来 同时呢有一些粗粗的 或者说剁了一层膜的这种质感很舒服 那一秤也依然是非常非常细腻和柔软的皮质 半贴皮的鞋垫 对Spot才有的这一个特别厚的 那你可以看到John的影子呢 右脚后跟的这个位置有一个小小的标 John就这么简单 总装鞋就这样子了 你会给它打几分呢 Vault鞋型加上这一个有点灰偏绿的防水条 这个整个胶底我觉得算是比较素雅的 因为这一个胶底搭配上这一个脊皮 它们有一个冷暖对壮的这种小小的色差 但它其实整体又是偏灰白的 不会说特别的突兀 那么如果你有需要小白鞋 但是又不想太普通太常见的白鞋的话 可以考虑这一整个系列的联名 但不止限于这一款 SKMIT这个鞋型呢 我觉得还算是有一点搭配门槛 更好搭的应该是另外两双第一帮款 也就是Sleep On以及Authentic 取决于就是你爱及鞋带 还不爱及鞋带的选择了 挺简单的 另外就是它们有附赠一副鞋带 是更加偏米黄一点 如果你对比原装的话 我是觉得挺好看的 但是没有打算再换上去了 再换上去可能这双鞋 还没穿就有一种非常旧的感觉了 当然如果你喜欢这种感觉的话 建议你换 这边的吊牌呢 还有一个John的logo的贴纸 如果你觉得它不够诚意的话 我也同意 我希望它们能出更多花样 但确实这双鞋就是很有John的味道啊 那上角效果你可以在画面上看到 不知道你会给这个搭配打几分呢 那么给喜欢这双鞋的John的忠实粉丝们 一点小小的讯息 如果你喜欢这双鞋的话呢 应该是7月21号John官网会发售 如果国内要发的话 应该是29号了 对大概就是这两个时间点 21号和29号 好的 那么这件搭配的帽子呢 是这一顶Auto Research 这个也是我在香港的时候买的 就跟OR的那一件封衣 是一起买的 那件封衣 我上一条影片有说 但是可能没有讲得很清楚 但我再跟你说啊 这件帽子其实是 看上蛮久了 就我想再买一顶这种渔夫帽 就是这一顶 它是50度的防晒 但同时它还算挺透气的 这种固定帽绳 包括这一个帽维调节的抽层 都有 我觉得整体呢 轻薄的来的 同时它算是有 比较好的功能 尝试带 应该问题也不算太大 你们看画面上 这种示范效果 我觉得还行啊 然后它这个帽颜 有加固过 帽颜比帽身后很多 然后整体的一折叠 收纳的效果 我觉得尝试户外 是两用 我当时在通店里面买 是270港指 已经打完折了 原价320 我觉得已经很划算了 这个是有85折 是在Overlander买的 一起买的这一件 OR的外套 这一件衣服 首先说一下它的名字 它叫做Helium Rain Jacket Haiji这个系列呢是 Auto Research这个品牌 算是比较当家的 一个产品系列 它有上衣 有裤子 然后还有一些别的 使用了这一个面料 或者说材质 这样搭配的一些产品 Protex这个材质 我觉得算是 仅仅次于 Grotex这个科技面料 名号稍微弱一点 但功能性确实不差 然后它的应用性 也很广泛 而且耐用度 包括它的实际 防水透气的这些属性 都做得很不错 当然没有十全十美的 科技面料 科技还在进步嘛 所以说大家也是在 不同的这种 使用场景下去 选择最合适的 而不是说最完美的 那个没有六边形战石 这方面肯定 还是有长有短的 Diamond Fuse的技术 它们整一个纱线 有一点像是这种 金属钻石型的效果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logo呢 就是以几个零格纹拼成的 它其实就是 它们这个线材的 侧泡面 它结合的更紧密 可以织的更细更密 同时更轻亮 并且更结实 这是它们家的一些 当家的特点 同时它结合了 Predic Shell的磨层科技吧 这整件衣服 它是2.5层的 有一层防水磨 并且它这个防水透气的指数 看它们官网介绍 是去到防水2万 透气2万 那这样子的一个参数 其实可以拿很多 别的品牌的这种 我不说旗舰吧 起码是 中上游水平的硬壳去比较吧 但同时它又是一个 非常便携折叠的一个定位 整件衣服它可以折叠到 它胸口的这一个 仅有的口袋里 三角形的 折完之后呢 画面上再贴一次给你们看看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觉得还是挺买的过的 然后这件衣服 它原价是170美金 然后我买下来是 港币它们吊牌上 已经打了折是 1330港币 然后还折了个 75折给我 就是最终是 990港币 再换算成人民币 哪怕最近汇率 不是特别美好的话 大概也是800多价格 肯定不会说 全网最低价 因为毕竟是体店嘛 但是它有一个试穿 我也试很多不同颜色 不同马术 我觉得这个挑选的过程 还是值那么点钱的吧 这也是我上期影片 想象大家说的 具体想补充 就这些 如果你还有什么别的疑问的话 你可以再问我 这件衣服就先到这了 因为最近说实话 这个天气不是特别多场景 能穿上这件衣服 当时买呢 也是因为光节确实冷 我没有戴外套 所以说 看着也还不错 挺合适的 就买了 再过来一个 还是在Doverlander买的 我拍了我的小票 大概就这么长一条 这还没拍完 旁边还有 再过来一条是 这条Movell的叫做什么来着 Guide Paint Light 是一条这样的配色 有一点蓝紫色 配灰色的感觉 户外裤子来讲 他算是比较能在城市里穿的 一样还是这种树干材质的 这条裤子Movell的话 上衣我穿MOK 裤子我穿M过于刚好 所以这条我拿了L 马术再给你们参考 然后这条裤子 大家可以看到蓝色的部分呢 他是用胖丝裂的格纹尼龙 内部的网都是用比较大网眼的 我觉得这种网眼呢 其实不太轻浮 但是胜在透气吧 然后灰色部分是这种 弹力更加夸张一些的面料 有点水波纹质感 主要是纵向弹力会比较大 纵向弹力呢没有太大 但是他的这个耐磨性还不错 比起蓝色这部分来讲 我稍微厚一点点 然后腰带呢 十字带了一个快开扣 还算是比较简单的配置吧 一共四个口袋 都有拉练 两侧传统的口袋之外 左侧大腿有一个口袋 然后就是右侧 后方的臀部有个口袋 包括一个织袖楼梯的那边 其实整体呢算是比较简单 但是上身效果 我觉得还算是OK好看的 真的要去户外穿 也不用太心疼 因为不算特别贵 然后整体的效果也很好 然后从四川穿的话 也没有什么问题 大概就这样的一个定位 这条裤子呢 我买下来 它原来的价格是630 然后给了9折到手是567港币 亏率你自己算吧 大概就这样子 我觉得还挺划算的 然后也是蛮推荐的 就跟刚刚的外套一样 是现在目前的天气阶段呢 我都挺推荐的单品 如果正好是契合到你的使用需求的话 你可以尝试试试看 但是码数呢 可能会有点偏小 因为毕竟是日本品牌嘛 OK 再过来一个孩子们我们要 素杆的长袖打底提 为什么我买长袖 当时搞活动 两件提就再打八折 但是短袖我没看上了 所以我就买一件长袖 另外一件我等我再跟你说 长袖打底是这样子的 这件叫做 cool long sleeve tee 就这么简单 350折了85折 实际是297成交 我觉得还行 挺像的 也没有说特别高科技 或者说特别复杂的衣服 就是一件很普通的长袖打底 然后是树干材质 两部分的颜色 是有点不一样的材质 但不是说那种特别夸张 特别高级的科技面料 就是一些透气网眼 右大臂有一个logo 左胸口有一个logo 就这样挺简单的 我觉得还是挺合身的 这件衣服呢 我穿它是M号 就刚刚好 穿的效果你可以看到是这样子 这就是 运动打底的时候穿 就是没有出门 运动就在家运动 但是你知道平板穿啊 或者别的这些走位 或者说手掌位 可能会蹭到会不舒服 所以穿长袖 然后这些位置互助呢 也没有那么容易打滑 不过就可惜 它没有袖口的纸套 如果有就更好 我是挺喜欢纸套设计 那么说到有纸套设计的衣服呢 我还有一件3号的T 这个不是这次买的 这个是上上个月买的 但很神奇 我就只洗了这一次 这个领口的字就开始有一些掉了 就已经不完整了 不过这个不影响 反正多消耗品 这件我实际买下来是300出头吧 也还行 Stretch LS 它整体是插肩设计 cutting还是很舒服的 然后它很好的就是有纸套 这个位置可以把大拇指套进来 就护一下手掌 然后撑的时候不会打滑 这个位置呢还是做了双层补强的 然后它整件衣服的这种缝线 都是非常粗非常厚的 我觉得品质感还是很好的 不过它就没有刚刚那件 Mobile那么的薄 那么的便携 它叠起来稍微厚了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它会更加适合全季节的运动 可能你想拿来秋冬打底穿 也没有问题 叠起来就是这样子 就不能再小 然后刚刚跟那件 Mobile长袖 我不是说两件八折吗 另外一件提示 这一件 不是我穿的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上试给你们看 使用者分享呢 它本来是一件成人的S码 但是发现大同的160 反而在长度相同的情况下 宽度更加宽松一些 会更舒服 不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就买了大同的这一件 就是一个Mobile招牌的小熊脸 没有很特别 整件衣服 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是其实全具有纤维 并不是纯棉的 所以说也是蛮素肝透气的 然后后颈的位置 有一个小小的Mobile的logo 很简单的整件衣服 也还没来得及穿 你看吊牌都还没拆 在OVLAND買了很多东西都穿了 都是衣服 但是其实我还买了个袋子 是这一个格里高丽的Satchel M Satchel这款包呢 是有SM两个型号的 这个是M稍微大一点点 但其实也不算特别大 你看我背大概就这样子了 上一期在香港的影片 忘记讲了 因为拿它当日常包 用的用的不觉得是新买的东西 忘了 这包我买下来 860给了9折 实际是774的港币 这个包挺好用的 不过它整体不算是特别有 技术代表的这种很先进的包款 它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鞋跨包 当然它挺好的一点 就是它的肩带可调范围还算大的 你可以把它高位背一点 就贴身一点 有点像一个油柴包 或者腋下包 可以把它拉长一点点 就真的是变成鞋跨包 或者说单肩背也没有问题 就是挺灵活的 它这个形状也挺灵活 然后算是比较匀称的 前面这边是一个拉链口袋 它所有拉链都是双头 不管你是左手观用 还是右手观用 背哪边都可以很灵活来使用 并且它所有拉链都给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皮质的 尤其是主拉链这一根巨大 好处就是说你可以盲摸就能拉到非常方便 这样子拉的时候 它这个借力的这种原理也很顺畅 然后前面这一个拉链带拉开 里面也没有分割 就是厂口的一整个 前面你可以看到这一部分都是 主拉链舱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暗袋 这可以放一些细碎的物品 然后里面也是没有任何分割了 如果你是有收纳控的话 建议你自备一些小的收纳袋在里面使用 反过来厂口的袋子 那它中间给了个四合口做闭合 虽然用处不大 但是总比完全常开要好 那大概就这样简单的一个包包 主要是在这几天用来装外套装相机 装一些麦克风 然后备用电源什么乱七八糟 这些小东西 虽然我那个小小的收线包也能用 但是后来我发现用着用着它 表面的尼玛开始破了 尤其是面料跟背带接缝的缝合味 开始全部滑掉了 所以我就不是很敢把所有东西一股脑全塞进去 因为那个包其实也挺能装 相机加电源加上一瓶水都能装进去 然后手机一些纸巾零碎的东西也可以有地方放 但是我想用的很正 还是省着点用 所以就临时买了一个这个包 也挺好看的一个方便的 然后可能会是一个 并不会那么心疼来用的一款包了 那么好像我在Overlander消费的这张单 应该跟大家介绍完了 总共花了3100港币 我还那么说到包包呢 再跟大家分享一款 早阵子收到的品牌朋友们寄给我的一个小礼品 是这一款 迪桑特和Palsmith联名的小包包 这种类型小包里面 我觉得颜值包括材质 这种做工质感都算比较上层的一款 是这种质量很好很细腻的 有点像是风衣面料的感觉 结实很坚韧 然后同时弹性也还不错 做工也很好 就没有任何的花边线头什么的 很整洁 除了有一点就是这一个肩带 我不知道它为什么用这个颜色的闪绳 这颜色就算了 但闪绳呢 就东西装多了 它真的非常勒肩膀很不舒服 所以我平时用起来 我会把它换成这一个电肩的这种肩带 这个用起来会稍微更加舒服一些 整个设计也挺简单的 前面一个磁吸开扣的直插带 两个拉链口袋 其中一个是压胶拉链 顶面这个主拉链并不是压胶的 但是里面呢 这个内衬还算是比较光滑 然后也很漂亮 有一层很薄的布料来做分隔 算是两个空间吧 然后这边侧面挂了一个小小的 算是钥匙包 或者说杂物包 零钱包 来自三顿半和Shakeshack 联名的小项目 挺有意思的 圆形带子里面也没有分隔 你可以装一些稀碎小东西 我这是觉得它颜色好看 也蛮衬的就挂上来做个装饰 然后这一次的小项目呢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是顶帽子 三顿半和Shakeshack的logo 在侧面 然后就没了 整体很简单 它们这一次的项目呢 给人感觉是把汉堡里面 或者说咖啡里面的一些颜色用出来 你可以想象牛排或者咖啡 然后这边是黄芥末 这个是菜叶之类的 对就还挺好玩的一次合作版 帽子整体质感也还不错 材质就纯棉斜纹的 比较令我想要改进的就是说 调节长度的剩余的尾巴 能不能收回帽子里 我真的很不喜欢这一截在外面甩 我个人的喜好 露了一个包 NOSCASIM这一季 还有一个新版的包袱 上一代的包袱 我记得应该是21年的 秋冬还是春夏那一季 Intermission 那时候出的 那一个包袱呢 它是必须要手动绑一个结才能系上 虽然说它是有设计好它的背负方向 就是背左肩 才是它的正面 但你可以选择左右换着来背 反过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它只是那一个 布面折叠的位置 就是不在顶上而已 还有一个 这次我很喜欢的单品 就是我身上背的这个 它们叫包袱 就是一个简便的背包 靠完的地方在于它呢 这个蝴蝶结是要自己绑的 就是说它可以完全打开 变成一片很薄的布 尤其旅行收纳的时候特别方便 然后整体容积很大 里面可以装很多很多东西 并且里面还有一个小按带 双头拉链 然后也是防水的 我昨天背着它 在淋雨的情况下 好几个小时里面东西也没有湿 就是蛮好用的 而且它这个肩带设计的 比一般的包要宽 看你自己怎么绑一个结 如果你绑得漂亮的话 它背的时候是舒适性很好 很贴身 不管装多少东西 它都非常贴自己的身体 那么这一次这个包袱 它会设计的更加巧妙 或者说灵活一些 它默认你是需要背在右边肩膀 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前面会多了一个FITLOCK的磁扣 搭连这种比较传统的包款 它就是非常非常贴身 这样它还不容易晃动 但是带来的坏处就是 它不那么好穿托 所以说我觉得加个磁扣呢 是一个很好的加分项 那么下来这边的位置 有一个弧形拉链的口袋 这个口袋呢 基本上在背上来的时候 是在左胸口的位置 你可以放一些快取的东西 可能手机纸巾 或者说一些小的零碎 然后在中间的位置呢 有一个弹力开口的直插带 我选择放水 就是没那么心疼 可能不用怕掉出来 然后就是主拉链舱 一整个拉到底下 拉链舱 其实能装的容量 跟之前那一代差不多 并且里面也依然是保留了 这一个小小的拉链按带 但是这个呢就没有双头拉链 只有单头了 并且也没有拉链绳 我建议如果你是真的想拿它主力用的话 自己套一个拉链缓上去 会比较好拉一些 也比较好找了 直扣的这个位置也可以调节长短 应该是蛮多不同身型的朋友 都能比较舒服的背得上这款包 挺简单的一个袋子了 我觉得上身效果 包括它的实用长度都挺高的 我还挺推荐 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款式 OK 那么在后面的 基本都是一些运动服装 但是你想日常穿也没有问题 这次看起来会觉得 可能你要去运动或者刚运动完 首先是一个好朋友 Mountain Fever的短裤 这是早阵子 领看这期影片 如果没有看的话呢 是刚才他们刚刚开的 pop up 一个小方块 在望向天地 从6月开到9月份 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一共有8个品牌 参与了这个活动 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这是当时我本来想入手一条的裤子 然后正好遇到Kevin 他就直接塞给我了 感谢一下流浪小哥好 这有短裤它有点像是冲浪裤 有沙滩裤的感觉 整个是一种褶皱尼龙效果 但是它做了一个拼色 蓝绿拼 然后在下摆的位置 它其实是有一个小的弧线 然后一个小小的Mountain Fever 缩写 就很简单 但是我觉得穿上深的效果呢 挺不错的 就真运动的时候穿很舒服 很透气 像比较耐用两个大口袋 口袋很深 然后开口不算太大 所以也不用担心东西会掉出来 而且开口里面 边缘是有个拉链 你可以装一些比较怕掉的钥匙 卡片之类的东西 然后如果你是需要便携的话 你也可以把整个裤子都塞进这个口袋里面 整条裤子这样团团团团团进去 我就不演示了 反正就是可以这样用 所以它整个很短 但是它看起来 主要是因为有它这个平色的设计呢 感觉也不会太像睡裤 还挺帅的 日常出街穿也没有问题 然后是一条Columbia的短裤 也是在外向天地pop up的时候 我正好遇到有折扣 到底我忘了 反正最终如果下来的话 300多块钱人民币 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 反正比较的扣子 还是算扣得比较牢的 就整个上升效果还是很舒服的 然后穿上升的感受呢 也是比较的自在 不会有任何的约束感 竹竿整条裤子的弹力非常好 并且所有的口袋也是都有拉链的 不过这条裤子呢就三口袋 两个正常的口袋 在侧面后面 右臀的上方有一个拉链口袋 口袋内的衬布 我觉得要夸一下 这种比较细的网面 我比较喜欢 比较轻肤 也没那么容易沾肉的感觉 因为有时候像大网眼的那些 如果把手机放进去 碰到皮肤的可能会误触 变成亮屏就很奇怪 手机在口袋里面 不是觉得发了一条消息给人 就很简单的一条裤子 也没有什么过多好讲的 就分享一下 也算是一种运动消耗品 同时呢我还买了一顶帽子 帽子也是树干 然后它是有50度防晒 它是全软 只有这个帽眼是硬的 就没有那么的便携 但是它还算是比较的 有功能性的来讲呢 帽型很好 然后价格也不会太贵 200多就可以入手了 如果你不喜欢这大logo 你可以看它别的款式 但是我觉得不算太碍事的 颜色帽型很正还行 后面有一个小小的 Columbia的logo磁绳 这一个调节绳呢 这边是有弹力的 然后这边有反光条的 这边是没有弹力的尼龙绳 也是一个快开扣 就挺简单 挺轻薄 这帽型比较正的一顶帽子 上头效果就是这样 可能是或者运动袋都可以 OK啦 那么还有一个头戴的东西 也不是新买的了 但是之前没有讲过 是我去阳朔之前买的 这是去阳朔玩水 正好是留头发期间 散这也不是 然后玩水戴帽子也不方便 买了一个Lululemon的头巾 或者叫头戴 它是后面窄 前面宽的这样的一个造型 没什么头发的人可能不需要戴 就我现在真的留头发 我觉得还是挺实用的 不会说把我的头发 全部用帽子压实 会很闷 但是如果你不去控制它 就甩到脸上 没有办法做事了 所以说戴一个发带 还挺舒服挺有必要的 并且它还算是比较树干的来的 同时呢 不会感觉枯的头很紧 很不舒服 就是基本上算比较无感的一个佩戴 200左右 用了好一阵子了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小蛋白 运动的时候都会戴 也防止汗流在眼睛 可能你看到跟刚刚那条Columbia裤子搭配上衣呢 是一件无袖的蹄或者说叫宽肩背心 这其实也是我在香港买的 可能上一条影片有看的观众也有留意到 是最近我会比较常穿的一件衣服 这件衣服来自香港一个算是比较老牌的运动品商吧 如果你们有去香港买过运动品 或者说买过球鞋应该有见到过啊 就是叫马拉松 我也是挺久没过去 然后这次却偶尔发现 原来他们现在开始有自己做服装了 这样的一件背心 然后他这整件衣服呢 是有一个冰丝两感面料制成的 男士这件背心前面是这种比较密封的 然后后背是透气网眼的 并且这些一条条的条纹呢 全部都是反光条 包括他前面胸口这一个小的马拉松logo也是反光的 然后整件衣服他们吊牌的价呢就是199 但实际上你在店铺里买 一般都会有折扣 九折起吧就挺划算的 一开就能买到了 然后当时正好是热的不行 我吹着冷气的时候摸到这件衣服 摸过那么多冰感的面料 这件衣服能这么冰 可能是因为有冷气的关系 然后店员实际也说了 你穿出去的不会有在店里面摸那么冰的感觉了 但是我觉得也挺夸张的 并且一开还要什么自行车 对所以就当时买了两件 一件是男生的这一款 一件是女生的这一款 女生这一款呢稍微一点不一样 它就没有分前后片的不同面料 整件衣服全都是透气网 然后也有这一个反光条纹 但它的颜色就比较少 它们的颜色可能还是比较传统户外 或者说是普通的那些黑色 然后一个这种算是比较看得入眼的绿色 然后有些非常红的红色 以及那种土土的蓝色之类的 但是没有挑那么多了 这个确实是很不错的东西 只要不挑颜色的话 我觉得日常穿就当消耗品穿 在外面这么热的天气 我在想逛街就真的是晒到两只手都黑了 但是穿的这件衣服它有30度防晒 不算太多但聊剩与无吧 然后有冰感面料还有点反光条 总之在便宜的基础上 能给你堆这么多料 我觉得也算挺良心的了 女生这件很有意思啊 它的后把还有开叉 你可以选择把它就这样藏着穿 挺透气的 然后你可以把它这样绑个结 就变成一个小陆其装的 短背心感觉就挺灵活的很不错 女生这件好像更便宜一点掉牌价 然后如果你们有去香港的计划的话 就有看到马拉松的店 可以进去逛一下 还挺不错的 最后一身 最后一身呢是来自朋友推荐给我的一个运动品牌 叫做Skins 我第一次接触他们家单品 也是用了好一阵子了 大概是四五月份的时候收到的 然后我其实都是在家里面运动的时候穿 就没有太什么穿出门 因为它真的很运动 但是算是运动服里面比较好穿的 首先一条短裤 下巴有一点小小的开叉 一边是曲线一边是直线 就挺舒服的 它这样的设计来讲呢 跑跳的时候不会说掀起来特别高 但是也不会影响活动 这个logo是在右大腿的后方反光的 它这一整个螺纹 是有这个Skins的字样织在里面的 不知道看不看出来 上面有个小抽绳 不过它整个弹力相当的好 所以这个抽绳对我来讲 就没有实际上需要调的必要 我穿M号 刚刚好 这条是纯黑色的 然后上身效果就这样子 难得在这种比较运动的短裤 还有一个正常可以放到东西的口袋 不太容易掉出来 跑跳什么的呢 就是放个起码是钥匙或者卡片什么都没有问题 手机可能是不太合适了 然后这一套还有一件背心 这件背心我觉得也挺好穿的 后面一整条 包括两侧各有一条大王眼的屏布 其他的部位呢 就是一些比较细腻光滑的柱感 我觉得还算是比较轻浮 很好穿的一件背心 可以看到它的正面胸口 以及后背中间后腰的位置 这几个硬滑全都是反光条 也算是有一点安全性的保障 这件也是AM号 这件衣服我除了在家里面 当它是运动背心穿 其实偶尔 比如说异地出门的时候 我会顺便运动的来 也当一个睡觉穿的衣服 就不用多戴一件了 因为它真的还挺轻浮挺好穿的 OK 那么大概就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单品了 讲的比较快 可能会有些笼统 但是赶紧补一下之前有出过镜 但还没来及介绍的 或者说是接下来即将要发售的一些单品 如果你对某些感兴趣 能契合到你的使用需求 那就很好了 只是我个人的一些使用分享 可能不是很全面 如果各位有正好差不多 同类型的单品 或说你有同款的话 想要补充一些的话 欢迎你留言或者评论给我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对你的帮助 希望你会有一件事来的链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 一定要点击订阅了 那我是若虎 我们下期再见吧